各位在參與我生命中重要一刻的各位貴賓 大家好 我是蔡宜邦 去年因為抱持著回鄉 就是因為熱愛自己的故鄉回鄉參選 那時想法就是要改變我的家鄉 希望我的家鄉可以更好 放棄在業界的工作回鄉打拼 對那時對我落選了 落選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所以那時候的我在想 我到底還需要些什麼 選後我還是不會放棄熱愛的這片台灣這片土地 我到了人人口中精實的台北市政府 操練自己 學習 並且在我覺得最困難最困難的 也最貼近台灣大家的社會局工作服務 學習了解到底什麼是我們最需要的 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民眾最需要的東西 最需要的部分 不管是政策甚至各種 在這隨時的過程之中 心裡常常浮現了一句話 如果我們能為社會多做一點 那這個社會就會好一點 就會更幸福一點 在這過程之中 我也發現 我也特地的了解 除夕那時候說的 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 那時的我 在心裡 落下了一句話 就是 柯市長長長的 也是引用尼采的一句話 叫做 凡三不使我的 必使我強大 這強大的信念 帶領著我 走到今天 我知道 台北 不只是台北 台北是台灣的台北 台北是凱達格安族的台北 台北是6070年代 城鄉移民 北上打拼的台北 台北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城市 台北是可以改變的城市 因為在台北的工作歷練 讓我也發現 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 我相信 只要我夠努力 只要我夠真誠 一定會有這個 這樣子的希望 跟這樣子的實現 數月因 數月因 我們給宜芳一個掌聲好嗎 加油 宜芳加油 宜芳加油 雖然因有愛 而結出花果 花朵因敬敗 而長出果實 我是蔡宜芳 青春無限 幸福實現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宜芳 謝謝 你好 谢谢大家